兩名國中生走在馬路上 後方一名男子不斷靠近 一路緊跟 甚至還伸出手 強拉住國中生不放 男子苦苦糾纏 兩名國中生想甩都甩不掉 不斷用眼神向人求救 女子眼界不對勁 直覺男子根本和國中生不認識 立刻上前解圍 而男子的舉動 竟然是為了戒制服 他要跟他戒東西 戒衣服 我說他不認識你 人家東西怎麼戒給你 後來他又反問我說 我是他們的誰 我說我是他阿姨 我就揮手請小朋友趕快離開 35歲的裝姓男子 戒制服或運動服已非首例 5月份曾到素食店 假冒學校老師 騙國一男學生要戒運動服 結果兩人一進廁所 男子隨後把運動服拿走 獨留半裸的男學生在廁所 去年的11月中旬 也以相同的手法犯下這個 這個相同的案件 他的理由都是跟學生 借用這個運動服不還 被本所以這個詐欺罪嫌來移送 包含大安區 北投區 三峽區 都曾有學童反應 見過這名黑衣黑褲 戴傘男子 照學生借運動服或制服 還好這回出現激情的女子假扮阿姨 才沒讓男子的怪異行為再度得逞 這位董哥軍夜影 SNG小組新北市裁縫報導 事情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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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